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個人在流速為0.5公尺的河中滑船 這水的速度是0.5公尺每秒 那麼他說此人在淨水中的滑行速率固定是多少呢 是等於1.0公尺每秒 他問說若此人先順流滑0.3公尺 L是等於0.3公尺 然後再逆流滑到遠點 順功花了多少時間 我們看這次順水而下的話 它的速度多少呢 我們叫不1啊 順水而下它的速度就是這兩個相加 它相對於水的速度是1嘛 水相對地面速度0.5 所以它相對地面速度就是1加0.5 這1.5 這是順水而下的時候 順水而下的話 船對地面的速度是1.5公尺每秒 這個逆流呢 逆流而上的話 它的速度多少呢 它的速度就是1 減掉0.5 事實上應該是寫戶的 寫戶的 不過我們知道它 一個是 往東順水而下 一個是 那個往西是逆流而上 這是0.5 這是1減掉0.5 這是0.5公尺每秒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需要多少時間 T1 它順水而下所需的時間 就0.3公里 是300公尺 300 除以1.5 15除以3000 除以5 五六三十 就600 600 所以 共花了多少時間 加起來 T 就等於200 加600 是800 共花時間 800 所以 大家應該選D 1 1 2